好 通道今天先不说了 说一说K哥是谁了 我真的不知道 别怪我没跟你结婚 我如果知道我没有不说的理由 不过有一点 K哥在紧急情况下会给我打电话 这是你这两个月的通话记录 标注一下K哥的号码 他和我联系 不是打我这个电话 另外一个 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经常还电话号码 最常用的一个是 林导 有结果了 李嘉 人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 是 让大亮去跟他们谈吧 毕竟还熟悉一些 是 开车 开车 包型 走 走 往幸 顺利出境 对 是 吴局长 觉得很可笑吗 我今天刚好有时间 过来看看你 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谢谢你 我知道我是被人陷害的 用不着你嘲笑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毒瘾很轻 过不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可是医院那边 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 你什么意思 佳佳 这里没有见识系 咱们能平行尽气地 好好说说话行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方局长知道你的事情之后 跟好听求了个人情 等你戒完毒以后呢 就留在这里工作 我还要谢谢事后诸葛亮是吧 请你转告他们 我不会领这份情的 我就是我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宋李嘉同志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前几天我们抓到了一个毒贩 据他交代 他背后的毒箫 经常用一个电话号码和他联系 我检查过了 这个号码 就是你的 这个号码是我的 可是我一年前就丢了 丢了 是啊 那王天忧你认识吗 谁 我不认识啊 本家 咱们前边歇会吧 在那儿吧 好 在那儿 来 警察先生 唐先生 别拿老神开玩笑 唐先生 大老师你还是不放心是不是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些都是饭店的地盘了 我还怕什么样 我只是有个建议 既然现在是他的运户 对不对 你就待在中国警队那边就行了 你干嘛跑来跑去啊 多危险啊 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唐先生 瞎操什么心 没有万一 好 唐先生 接下来关事的通道啊 由春生负责 他是股东 他挣的就是来回跑这个辛苦劲 听你这个意思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都由警察先生来承担责任了 唐先生 唐先生 你能不能嘴上流点德 春生 别生气 唐先生开玩笑 我只是说啊 这么多红 全部放在他一个人的男朋友下面 这万一出点问题 怎么办啊 这你尽管放心 爹 你是不是回去 再跟你们老大再商量一下啊 这个春生啊 当了二十多年警察 尤其是他来之前啊 是罗山的基督大队长 中国警察对付我们那套方法 他完全掌握 我是说嘛 原来没看出来 警察同志还有这种本事 是啊 边境县滚门关啊 其实我们即使到了云都啊 也不安全 春生来了 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们这一切都得靠春生了 范剑 你也用不着谦虚 我不过就是跑跑腿 好多东西都是你设计的 来 怎么听起来有点肉麻呀 你们两个这样互相吹捧 是不是就是为了骗我的钱啊 唐先生 这话不好听嘛 什么叫骗你的钱 有钱大家一起挣 你为什么 钱越多越好对不对 开个玩笑嘛 你说得对 大家都是为了挣钱 同样一个目的 我看了 我们还是赶快赶路吧 兄弟我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等等 唐先生 你到兰花社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愉快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想说什么呀 你是财神爷派来的人 见了昆达怎么说话 你可要想好了 兄弟我就是个买家 拿钱换货 只要你们能长期保持供货 兄弟我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啊 这一次兄弟冒险过境 倒是真的要向你们老大 讨个说法 什么说法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唐先生 到了兰花社别乱讲话 犯贱说什么你就跟着做 别忘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还是春生 一下子就把我心里话说出来 好 唐先生 就照你们说的办 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 你要是都在骗我的话 这生意还能住吗 走吧 走 饭贱提前回来了 跟您说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呀 去 把大家都叫来 一起见见这个人 明白了 我去安排 不是安排 是请 恭敬的去请大家 好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个真财神还是庙里边的泥太 有什么好高兴的呀 竟然还有人低三下四的去迎接 真是丢人 谁招惹你了 今天有客人了 有人找死还有人找骂呢 我说你是越活越没出息 越活越没脑子了 我说的就是那位新来的客人 唐显龙拜见兰花社大老板 好当家的 身体不舒服你就坐着说吧 好好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您怎么称呼 唐显龙 福斯特先生的代表 江湖上人称 非鹰的那个 我脑子还清楚着呢 怎么了 就是福斯特这位财神亲自来了 也不至于让咱们兰花社的人这么激动吧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你不就是跑腿打杂的轮着 找你说三道四吗 对不起大当家的 你要是在这里训斥手下人 唐某就不方便在这里了 唐先生 今天兰花社开香堂 就是为迎接你的 反见 你也少多嘴 是 好 当家的 在下拜访贵方的宝地 其实就是想讨个说法 说 你们兰花社拿了我的定金 却给了我假货 我是想听个说法呀 对吧 给个假货 假货 本来 我是不想到这里来废话的 大家都知道 过中国的边方少强 弄不好是要 掉脑袋的 可是 我的三千万定金打了水漂 大当家的 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呀 范杰他没有跟你解释过吗 范杰兄弟说过了 是误会 范杰我也解释了 但是兄弟我 还是有点疑问 这笔钱 哪天见过的 除了K国的手下 就是你们兰花社的人 范杰和春生 还点过这个钱 不错 他们没有拿钱 但就在他们走了不久 以后蒙面大道就从天而降 把钱拿走了 K国那边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跟他们的人没有关系 那剩下的 就是你们兰花社的人了 大当家的 君子坦荡荡 今天能不能当众我的面 亲口跟我说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范总监 在 怎么回事吧 我查查 各位 到底是你们谁干的 谁干的 谁干的 谁吧 好 不是咱们人干的 那 到底也得给人个说法 逗脑一旁 幸好我派了一个眼线 不然的话像我这样一个瞎子 早晚要被你们算计了 来呀 安家的 小鹏 是 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 各位老大 兄弟说话 在这里的场面上 不会有任何分量 这我早就知道 所以 还是让当事人自己说吧 这件事您不能这么做 这次的祸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不要多罪 范总监 你不要胡来啊 这次的买家可是老主 少爷这么安排的 我的车里装的货不能调换 既然大家都在骗人 我怎么这么能量 你不把货还我来 我就要你的命 冤枉 冤枉 大家看看 看看这是一副什么嘴脸 杨凤英伟说一套做一套 当家的 当家的 冤枉 这是陷害财赃这是 铁证如山 你还喊什么冤枉 陷害财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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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辛辛苦苦苦了这么多年 您不能单凭几句手机录音 就说我叔叔要私吞大家的货吧 这事情 是不是应该查清楚了再说 查什么 这还不够吗 我说 我就是范金吾这次表现的 如此积极 还要求亲自去送货 我幸亏没让你去 你是想跟我玩花枪啊 当家的早就察觉了你们有二心 我就担心死无对证 所以才录音为凭 小蛋 咱们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好了好了 不要再演戏了 范总管 发生这种事情 你说说按照咱们兰魂社的规矩 该怎么处理呀 对不起当家的 按理说这种事情 我应该回避 只是这种事情 跟我关系实在太大了 说得对 唐先生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说法 各位老大 你们说怎么办 乱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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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啊 当家的 兄弟们 请法吧 请法吧 当家的 我有话说 你看海维已经死了 您现在要把范总管和范健一起弄死 您现在要把范总管和范健一起弄死 当家的 我担心啊 下次请法吧 死的恐怕就疏我了 不会的 只要你不背叛 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那可不好说啊 当家的 你怎么办 以后你们家这货 还是卖给别人吧 我说怎么就一路上来 竟碰上黑吃黑啊 不过啊 我还是想求个气 好不好 给范总管和范健 留条活路 唐先生 不客气地讲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还轮不着你这话 叶先生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是 这是你们家里的事 但是我的感觉 你们这样自相残杀 啊 高兴的是谁 警察 大当家的 您是警察的卧底吧 不然的话 你们就是中了警察的反监计 想想看 像你们这样的卫后 自相残杀 那根本就不用警察动手 你们自己 就把自己收拾了 那就啊 先把范家这两块料关起来 大家看怎么样 当家的 是 如果您要真想就凭这几句话 就定我叔叔和我的罪 好 要么您现在打死我们 要么您现在放我们回家 反正 有人替你说话 怎么你还不领情啊 大当家的 我有个请求 不 这次生意呢 我一分钱都不要 给我个人情 这次生意呢 你现在最有面子了 你说 好 做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夕 我看当家的 您就干脆把范总管和范贱 一起都放了 好吧 好吧 我答应你 可是啊 咱们兰关社的规矩不能改啊 那样 一人三十军棍 是 是 谢当家的 谢当家的不杀之恩 要倒就打我六十军棍 打我六十军棍吧 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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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个孩子 好 打饭剑五六十军棍 爸 当家的 客人还等着您发话呢 好的 好好好 唐先生啊 你不愿千里来到毕寨 又遭遇我们内部变故 一场惊吓 哈哈 来来来 我在这里 给你赔礼了 是 是 是 当家的 你也太客气了 其实没什么关系 现在麻烦少除了 咱们的生意 就好足了 对不对 是的 来 各位 唐某出登山门 陈某各位照顾 今天我就借当家的酒 借花献福 我唐某 敬大家一杯 我先干了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好好 不过呀 我这里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等解决完了 我马上给你送货 怎么样啊 好啊 当家的只要你说了 那就没问题 不是 二位 老兄啊 老兄 软骨头 出卖自己的老外 哎呀 哎呀 多愿天空做美 兄弟今儿相会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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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什么装窜 哎呦 说 开阁什么指令 我们俩在这儿都快涨没了 赶紧说 你现在着急了 兄弟舍命来到这个地方 你们俩就这么对我 我他妈走死了 你他妈还不说 大得弄死你 K哥说了 明天有人来看你 怎么做你知道 你每次都在那个店买烟啊 没感觉有什么异常吗 我以为我的烟影越来越大了 没太在意 知道你吸烟的人不多啊 我只在家里抽 没有到过家里的人不会知道 寄掉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还要委屈几天 不 请你转告领导 我不想在这儿工作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们应该清楚 是的 我明白 我会及时汇报的 但是 这是方局的 方局的建议 没事 你有什么要求就给我打电话 随时 对了 杜小梅还住我家吗 是啊 他每次想来看你都被我拦回去了 他人挺好的 太不容易了 你帮他找个工作吧 做小事工实在太辛苦了 你这个人和外表有点差距啊 我只是想活得真实一点 离谎言远一点 没那么简单吧 如果非要说不简单的话 那也是你们逼的 对了 我家里有一些治疗资料 你帮我运过来 针对方国安的病 我已经查了 不是那种不治之症 但是呢必须对症下药 我正在努力 你帮我在这儿找一个地方 我必须上网查清楚 怎么这样看着我 因为你很美 挺不容易的你 再问一下 你身边有养鸽子的人吗 养鸽子 你身边有养鸽子 我还不在乎 我说我说 我们这时候还在等什么呀 人在 祸在 你还这么口等的 老爷子受到这个罪 怎么也得恢复几天吧 滕先生 依我看啊 还是得等等 昆达在等待 小刚报的消息 我们就得等下去 什么 昆达还想跟K哥直接联系 开玩笑 他的网络都被破坏了 自己连本人都被警察抓了 还等什么呀 唐先生 你真聪明 你也不想想 王天勇如果是K哥的话 能那么轻易地 暴露自己的手下 这叫欲盖倪章 欺骗警察的把戏 老江湖 说完了吧 我看都是你们自己 在装身弄鬼 来来回回的试探 好像警察非要派卧底 到这里来的一样 都像你们这样想 这个事情还行不住啊 我说啊 既然住了这死锅的身体 就不要怕掉脑袋 不要怕掉脑袋 唐先生 你这话骗明小孩还可以 你不怕掉脑袋 我们谁不怕 我们要真掉了脑袋 我们这后半辈子 拿什么想法 我劝你别说大后 小心行的万年船 看你这前趴郎后趴府的 婆婆妈妈的 算了算了 说这些都没有用 我们自己之前商量好不就行了吗 这跟昆达也没有关系啊 唐先生 你怎么还不明白 也现在不能跟昆达翻脸 犯剑的计划呢 是在等待 等待爆发的那一刻 学长 咱们知道就行了 咱们知道就行了 这儿啊 谁知道又没有眼线 眼线不都是你的人吗 你怕什么 你说他怕什么 他的人 差点把自家的老爷子都给害死了 你怕什么 这个小鹏 早晚赶掉他了 对 春生说得确实没错 我是在等 我在等昆达的底牌 那个小钢炮 绝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如果正在建设 另外一条通道的话 我们要么拿过来 要么 就彻底把他除掉 那是打扰的 如果有另外一个疼倒 那我还有什么用 对吧 我肯定也会被昆达干掉 抓紧时间吧 兄弟们 唐先生的银子 昆达一定很喜欢 他不会不动心 春生说得没错 唐先生 我们就唱他一出 戒毒风 好 让你受委屈了 能为当家的小吏 那是我的造化 行了 行了 你也不要再装了 打你的人都是你的手下 疼是疼了点 可绝对没有伤到你的筋骨 那是啊 那是 处理些血 不过没什么关系 只要你和范健好好跟着我 以后都有好日子过 今后遛兵的事 都交给范健 来 是 当家的 谢谢您的栽培 老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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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你能不能确认 排除对叶春生的怀疑 可以 那这个唐显龙呢 我看问题不大 这我就不明白了 K哥 上次传来的情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 一种兵法 用到我们这儿说啊 就是 用一次 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易 换取一次 有真正价值的运货 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成功了呀 K哥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们来反馈呢 是不是他对这个运货的方式不太满意 或者是说他对唐显龙还不够放心啊 不是不放心 是担心呀 他直接和我们交易 这样的话 K哥的通道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小钢牌这次回来有收获的话 我觉得吧 还真不一定和K哥这样纠缠下去 您高明 动漫光火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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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像大哥 喜欢听这些无聊的话 这点 范健就和你不一样 是 他不喜欢拍马屁 是 他更注重的是干实事 是 我这心里边还总是不踏实 这鸽子不回来呀 我这心里边还总是不踏实 这样 你就盯在这儿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是 你放心吧 咱爸的病好多了 你放心吧 就是盼望着你能早点儿戒掉毒瘾 早点儿回家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咱爸 回家以后啊 我一定 我一定 牢牢实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干活 少飞 主长找你 主长找你 我回家执行任务呢 快呀 有气善 这营养粉是给你的 剩下的给他们俩 来来来 大哥送来的营养品 什么事 这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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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营 这不错 给我来一杯 这么多好吃的 你们不吃 喝那个 这么多呢 给你一口 给我冲一杯 给我冲一杯 这你说也是啊 他们这该说的不说明白了 给咱弄一堆吃的 这 那还不明白吗 这吃饱了才有力气 我也该好好的补一补 好东西 大当家的 我看 你就没有必要再等了吧 唐先生啊 你真是年轻好胜啊 你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说出来听听 其实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 只是王天佑现在已经完蛋了 K过的三才华通道 基本上是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这里 有这么能干的叶先生 替我们送货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直接交接呢 等那个残废的K过干什么呀 盛盛啊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大当家的 我认为多开一条通路对我们来说 没什么坏处 卖给谁都赚钱 不过 抛弃老主顾 这好像不是我们南华社的行为 何况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们的货物不管卖给谁 最后 还是我来掏银子 对不对 何必多此一举嘛 陈生 你看呢 大当家的 我做好我应该做的 我就不躲在了 潘先生 你的生意我做定了 绝不反悔 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你要的货物 保值保量 这一点 您还可以转告给福斯特先生 我相信 这话我一定转告给福斯特先生 嗯 可是 时间不等人哪 老板给我的最后期限 很快就要到了 快了快了啊 就这一两天 消息一来我们就决定 怎么走货 怎么样 大当家的一言九鼎 就照你说的办 好 去通知值班大夫 我早上他妈在 他去哪儿了 去 叫送李嘉大夫来吧 在何思妈 那么多废话 他总比咱们强了 把救护车也叫上 快去 他死了 他死了 你再检查检查 这可是重大事故啊 我要是能把死人救活了 你就可以不受处分吗 让法医来吧 这怎么回事啊这 我怀疑是食物中毒 你们都吃什么了 都吃多过来了 赶快吧 要不然那两个也快了 我命令你们 马上赶到监督所 因为这些嫌疑人 涉及的案情都十分重大 千万不能出现任何插楼 一定要快 你好 师傅 你去哪里啊 我去街头走 前面有江头师傅 我带你走另一条路吧 好的 谢谢你 师傅 你走这条路吧 这条路直接可以到大路 这条路太远 有近条路吗 就只有这一条 好吧 好 法医和救护车来了 要不要一起去 法医都来了我去干嘛呀 我就在这儿 快 快去找人 是 他快搞了 他笑什么 他便上远 把他导致下 快点 动作快点 上车 快上车 开哥 要杀人变头吗 谁知道 你们俩说什么呢 学妖精 快快快 救救我们俩吧 快 先给我解开 同志 没来晚吧 车不是来过了吗 什么 来过了 人都拉走了 全面复制所有出城的道路 助内查找去出城 放下来 然后再来 把门运动 离开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少备 解药 疼死我了 快 疼死我了 静静 我只相信你 老飞扬 静静